5月24日為聖母進教自由尖禮 亦是為中國教會祈禱日 天主教澳門教區主教座堂 特別於當晚舉行為中國教會祈禱 包括民工聖體 還念晚土和回饋經 以及聖體降福 李賓生主教於港道士表示 天主在教室工程上有他的計劃和秩序 強調教友們要有信德 因為我們相信的是同一個父子和聖神 他亦藉著當晚讀經指出 教會二千年來在世界各地都面對著不同的困難 甚至是教難 迫害 但最後都能蓬勃發展起來 這一個就是我們信德的見證 因為正如剛才我們所說 聖保祿的 如果天主與我們同在 誰能反對我們 所以我們一定要充滿著信德 這份信心是來自的 不是在我們那裡 不是理著那些教友怎樣做 而是依賴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一切的依著他 還有什麼能夠反對我們呢 我們還有什麼還會擔心呢 他又提醒教友要憑著信德為中國教會祈禱 並要向聖母呼求 因為聖母一直以來都光照著中國教會 我們今天今晚我們的祈禱很平和的 充滿著信心的 充滿著一份的共融的 而且充滿著的是希望的 不是因為我們會做到什麼出來 而我們的信心是來自我們的主 看著主現在在祭台上面 明公在上面的 他看著我們 他聽得到我們的祈禱 我們今天今晚 藉著呼求聖母馬里亞 信眾之助 他真的會幫助我們 他勉勵教友們要學著我們前人一樣 相信聖母是信眾之助 他一定會照顧中國教會 及後大家同為中國教會奉獻玫瑰經 最後由李主教以聖體降伏結束